宋朝时期 洛阳府孙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孙元外每月初一十五都会在街头搭设州彭设州 过路的人都可以免费喝粥 孙元外还热衷于修桥补路 旧即贫困 因此当地百姓都称他为孙善人 一日孙元外在街上闲逛 见到一群小混混正在殴打一个年轻男子 那男子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被那群人打得头破血流 衣服也被扯破了 孙元外大喝一声 几个小混混一看是孙善人 就吓得四散逃窜 孙元外把男子带回家中 给他包扎伤口 又叫丫鬟小翠给他煮了一碗面吃 男子吃过面 脸色才有了一丝生机 赶紧跪下谢恩 原来男子叫孙忠诚 今年十七岁 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孩子 他从小丧父 与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 就在几天前 母亲因病离世 孙忠诚把母亲埋葬之后 就卖了家中老牛 带着几两银子 进城谋生 他走到一处偏僻的胡同时 就迎面走来几个男子 不由分说就要搜身 孙忠诚一看把腿就跑 几个男子就在后面追 追上之后 对他是一顿暴揍 孙元外听了气愤不已 怒道 真是无法无天了 这些小混混太猖狂了 你以后有啥打算 孙忠诚说道 我有力气 想去大户人家做工 正几年前娶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 孙元外说道 你要是愿意就留下来吧 一月给你一两银子如何 每月一两银子 可不是小数目 孙忠诚一听赶紧跪下道谢 孙元外说道 起来吧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孙忠诚就留在了孙家做长工 具体就是喂马 赶马车 也就是所谓的马夫 孙忠诚在孙家任劳任怨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 还会帮着干其他杂活 孙元外的夫人秋氏外出上香 孙忠诚也会跟着拿东西 秋氏二十岁出头 长得貌若天仙 其实他不是孙元外的原配 而是田房 不过夫妻二人的关系很好 从来没有红过脸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成今几年没有孩子 中秋佳节 秋氏去寺庙上香 走到半路的时候 就遇到两个流氓 他们见秋氏貌美 就上来调戏 孙忠诚就与二人打了起来 两个流氓身小力薄 根本不是孙忠诚的对手 最终没有得逞 落荒而逃 回到家里 秋氏就把今日之事对孙元外说了 孙元外对孙忠诚很是感激 说道 谢谢你 忠诚 要不是你 夫人的清白可能就被辱没了 孙忠诚说道 老爷救了我的命 又收留了我 我做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晚上 孙府张灯结彩 院子里放了十张圆桌子 上面摆满了各种名贵水果 还有各种月饼点心和美酒 让家里的下人们尽情享用 孙元外在阁楼上 摆了一桌酒宴 与夫人秋氏一边赏月 一边对饮 酒之半憨 孙元外就让丫鬟小翠去叫孙忠诚来饮酒 孙忠诚受宠若惊 说道 小的只是一个下人 怎敢与老爷对饮 孙元外说道 今日不分主仆 快坐下来陪我喝几杯 秋氏也说道 老爷叫你喝你就喝 还愣着干啥 孙忠诚盛情难却 只得坐下与孙元外一起饮酒 几个人边喝边聊 孙元外说道 今日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孙忠诚 秋氏 还有站在一边的小翠都看向孙元外 不知道他要宣布什么重要的事情 孙元外对孙忠诚说道 你我都姓孙 我们能相遇也是缘分 今天我就任你做异地 多谢大哥抬爱 请受小弟一拜 孙忠诚心中惊喜 赶紧起身居了一躬 孙元外和孙忠诚结拜之后 孙忠诚就成了孙家的老二 从此之后就跟着孙元外学习 做买卖 孙忠诚头脑聪明 很快就成为孙元外的得力助手 孙元外又提拔他做了店铺里的掌柜 短短的两年时间 孙忠诚就从一个穷小子蜕变成一个老道的生意人 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孙家的丫鬟小翠是孙元外在外面捡回来的 来的时候才十来岁 虽说是个丫鬟 可孙元外一直把他当闺女看待 教他读书席字和做人的道理 如今小翠已经十七岁了 也到了适婚年纪 孙元外就为他物色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子正是孙忠诚 其实小翠早就喜欢上了年轻有为的孙忠诚 只是他们身份悬殊 小翠也只是想想罢了 没想到孙元外要把自己许配给孙忠诚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就答应了 孙元外又对孙忠诚说道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如今你也二十岁了 也该成个家了 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个好姑娘 她就是小翠 你看如何 孙忠诚一听赶紧道谢 说道 大哥是小弟的救命恩人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的婚姻大事当然由大哥做主 孙元外说道 小翠虽是个丫鬟 但他勤劳肯干 知书达理 你娶了他是你的福气 你俩也不小了 我想为你俩尽快把婚事办了 孙忠诚的脸上 略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情 说道 一切听从大哥安排 孙元外见二人都同意 就把吉日定在七日之后 就在成婚的前一天 孙元外去街上办事 看见一群人正围在一起议论 孙元外走进人群 就看见一个倒是打扮的中年人 中年人双目紧闭坐在一张桌子后面 旁边的旗子上写着 预测生死祸福 不准我去死 众人看了都说 这倒是肯定有能耐 要不旗子上也不敢这么写 孙元外从来不信这些 就想着要拆穿道士的骗局 于是就走上前去说道 请这位道长给老夫算算 如果你算得准 我就给你十两银子 道士一听就缓缓睁开眼睛 仔细打量了孙元外一会儿 就拒绝了孙元外 还让他赶紧离开 孙元外觉得这道事是心虚了 就说道 你百贪算疾凶祸福 难道还挑人不成 围观的众人也开始起哄 让那道士给孙元外算一算 道士皱起眉头 就让孙元外抽了一千 道士拿起竹签 一看大吃一惊 支支吾吾不肯说出结果 在孙元外和众人的催促下 道士才为难地说道 这是下下签 上面说的是你的死期 孙元外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说说我的死期在什么时候 道士说道 就在今夜三更 孙元外觉得这道士就是信口雌黄 根本不信 就说道 若我三更不死呢 老道士说道 如果你明日能活着来 我就自意谢罪 好 一言为定 孙元外哈哈大笑着就离开了 众人也纷纷指责这个道士就是个骗子 可道士并不生气 说道 明日见分晓 孙元外回到家里 就把今日在街上遇到道士的事对妻子秋实说了 秋实一听 怒道 哪里来的妖道 竟然敢诅咒相公 我带人去把他的摊子砸了 孙元外赶紧拦住他说道 夫人息怒 那道士已经说了 若算得不准 他明日就会自问 不需要我们动手 秋实说道 真是晦气 他命丫鬟在前厅摆上韭菜 说要把左邻右舍请来喝酒 驱散晦气 孙元外也就没有阻拦 当晚就与邻居们在前厅喝酒畅谈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不知不觉已经是三更天了 孙元外有些醉意 就说让邻居们继续 他要回房休息 然后就被丫鬟扶进房里 秋实在外面继续陪大家喝酒聊天 不一会儿就看见孙元外披头散发 穿着睡衣跑出了大门 众人不知是怎么回事 就起身去追 结果追到一座大桥的时候 孙元外就纵身跳入了滚滚的江水之中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孙元外被翻滚的江水吞没 秋实坐在桥上嚎啕大哭 骂道 都是那个妖道诅咒我相公 众人也想到道士的话 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那个老道士真是神了 算得如此准确 次日孙忠诚带领着家丁仆人沿河搜索 却没有找到孙元外的尸首 秋实就为孙元外做了衣冠种 以表哀思 原本次日就是孙忠诚与小翠的大喜之日 出了这样的事 婚事也只能往后拖 孙元外没有兄弟 也没有子女 他死了之后 孙家上下都是秋实说了算 孙忠诚不但是店铺里的掌柜 还被秋实任命为孙家管家 眨眼过了俩月 就有媒婆来给秋实说媒 秋实想到死去的孙元外 又是哭哭啼啼 说要为丈夫守一辈子 绝不再嫁 媒婆说道 孙家家大业大 没有个男人可不行 再说了 夫人青春年少 怎能浪费这大好的年华呀 秋实说道 可到哪里去找我相公那样的大好人呀 媒婆说道 夫人有什么要求 只管说 我按照标准给你物色 保证夫人满意 秋实说道 我相公走了之后 这里里外外的事都压在了我身上 我一个弱女子也是苦不堪言 我就想找一个能撑起这个家的男子 最好也姓孙 这样才对得起我相公 媒婆一听大喜 道 夫人这一说 我还真想起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她趴在秋实耳朵上低语一番 秋实说道 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她是我家叔叔 再说了 相公已为她定下婚约 对方就是我家的丫鬟小翠 媒婆说道 这都不是问题 一切都交给我吧 夫人就等着做新娘子吧 在媒婆的运作下 秋实就把小翠嫁到了乡下 小翠虽然不愿意 可她也是身不由己 小翠的丈夫是一个农夫 叫刘金山 他勤劳朴实 心地善良 对小翠也很好 这让小翠的心里有了一些慰藉 她也慢慢被这个忠厚的汉子融化了 小翠见丈夫养家不易 就做些针线活去城里卖 换些钱补贴家用 这日 她路过孙家的大门口 看到大门上贴着大红喜字 就向周围的邻居打听 邻居就告诉她 秋实与孙忠诚成亲了 孙园外活着的时候 对秋实疼爱有加 如今她尸骨未寒 秋实就急着改嫁 小翠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又想到自己曾经对孙忠诚的爱慕 如今她却娶了秋实 小翠觉得自己是自作多情了 其实孙忠诚并没有喜欢过她 当初答应娶她 也是因为孙园外 这一天 小翠心神不宁 脑海中总是出现孙园外的面容 傍晚的时候 她从城里回家 走着走着就天黑了 走到荒郊野外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双脚出现在她面前 小翠赶紧把目光往上移 就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 小翠惊讶地就要叫出来了 是你 孙园外 你不是已经 小翠并不害怕 走到孙园外跟前说道 孙园外从兜里掏出一包银子说道 小翠 你的日子太贫困了 这些钱你拿着补贴家用 她把银子塞给小翠又说道 我死得冤啊 小翠一定要为我伸冤 说着就消失不见了 小翠见孙园外消失 就赶紧呼唤道 老爷 是谁害了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才能为你伸冤啊 要知三更事 请问二小子 空中挑来一句话 小翠不知何意 只能深深记在心里 回到家 小翠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刘金山 说道 孙园外对我有恩 我一定要为他伸冤 把坏人绳之以法 刘金山也是嫉恶如仇 表示要与妻子一起去县衙告状 一定要找到杀人凶手 为孙园外报仇 四日 夫妻二人就一起来到县衙 在衙门口击鼓鸣冤 二人被带到大堂之上 知县贺道 堂下何人 有何冤屈如实招来 小翠说道 知县大人 小女名小翠 是孙家丫鬟 我家主人死的冤枉啊 请大人一定要为我家主人申冤 细细说来 小翠就把道士给孙园外算卦 以及孙园外跳河自尽 至今没有找到失守的事说了 知县一听怒道 大胆刁民 那孙园外明明是自尽而死 有何冤屈 小翠又把昨日路上遇到的孙园外的事 对知县说了 知县根本不信 小翠就拿出一包银子 说是主人所赠 这是千真万确 知县问道 既然你家主人现身 他没有告诉你凶手是谁吗 小翠说道 我家主人说 要知三更事 请问二小子 知县听了这样一句话 一时间不知是何意 就下令退堂 择日再审 退堂之后 知县就冥思苦想 并派人悄悄调查孙家的事情 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 孙园外的妻子 已经改嫁给孙园外的结拜弟弟孙忠诚 如今的孙家 由孙忠诚做主 知县突然灵光一闪到 小 子组合在一起就是孙子 二小子就是孙忠诚 立刻把孙忠诚和秋氏带到大堂上 捕头就带着衙役来到孙家 把秋氏和孙忠诚带到了县衙 同时被带来的还有那个道士 道士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 就如实交代了 原来他根本不是道士 更不会不挂 是孙忠诚用钱收买了他 孙忠诚和秋氏见假道士都招了 也不再辩解 也如实招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原来孙忠诚早就与秋氏勾搭上了 中秋劫狱流氓的事就是孙忠诚自己安排的 而孙元外却被蒙在鼓里 还任孙忠诚做弟弟 并把小翠许配给他 秋氏为了与孙忠诚长相厮守 孙忠诚为了得到孙家的财产 二人一拍即合 计划杀死孙元外 孙忠诚就让假道士说孙元外三更必死 为的就是对众人进行心理暗示 孙元外要是死了 大家也不会怀疑 当日晚上 秋氏请左邻右舍来家里喝酒 孙忠诚早就埋伏在房间的床底下 孙元外回到房间 就被孙忠诚杀害了 他把尸体埋在床下是先挖好的坑里 他换上孙元外的睡衣 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 并跳进江中 这就成功迷惑了众人 孙忠诚会水性 跳入江中之后 他就游到几里之外 悄悄上岸回到了孙家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孙元外的尸体 秋氏为了名正言顺地嫁给孙忠诚 就找来一个媒婆进行撮合 因为孙元外已经把小翠许配给了孙忠诚 所以他们就把小翠嫁到了乡下的一个穷人家 一辈子不得翻身 孙忠诚忘恩负义 秋氏不顾夫妻情义 二人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被判处绞刑而死 假道是在这场谋杀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被判处十年牢狱之灾 媒婆打二十大板 小翠作为孙家的丫鬟 为孙元外申冤 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 知现就把孙家的全部财产判给了小翠 从此之后 小夫妻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明朝末年 南方有一个叫桃花寨的偏僻村子 之所以取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山坡上长满了桃树 每年阳春三月 桃花烂漫 随风摇曳 漫步在桃花之中 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让人流连忘返 桃花寨里住着一对父子 父亲叫牛的康 二十几岁 儿子叫牛大壮 才三岁 牛德康的妻子刚刚离世 贴下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牛德康是一个石匠 出去干活一般一天 回不来 儿子才三岁 一个人在家肯定不行 没有办法 只能带着他一起去 这样就很不方便 干起活来 心里也不清静 再说家里没有一个女人 回到家里也是冷锅冷灶的 日子过得冷冷清清 没滋没味的 邻居见父子俩生活不易 就张罗着为牛德康介绍对象 对方是邻村的方寡妇 方寡妇一年前丧夫 留下她一人生活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这方寡妇虽然比牛的康大两岁 但她长得细皮嫩肉的 五官清秀可人 根本看不出年纪 二人站在一起 也很般配 方寡妇看上牛的康老实忠厚 而且有安家立命的本事 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牛德康看上方寡妇勤劳会持家 而且长相漂亮 心中也很重义 可她有一个顾虑 就是怕方寡妇对儿子不好 牛大壮会受委屈 方寡妇似乎看出了牛的康的心思 说道 我会把大壮当成亲生儿子一样 看待的 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你就放心吧 牛的康健方寡妇说得如此 情真意切 也表露了自己的态度 说道 咱俩要是走到一起了 我也会真心实意的你好的 经过交流 二人都觉得 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很快就结合在了一起 成亲之后 方是在家里洗衣做饭 照顾两个孩子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牛的康没有了后顾之忧 就可以在外面安心地干活了 每次干活回来 都会给妻子带一些吃的 穿的 把挣到的钱都交给方是保管 一家人相处和睦 其乐融融 在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 羡煞旁人 光阴四溅 眨眼几年过去了 牛大壮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亲学习石雕手艺 两三年时间 就学成出师了 可以自己单独出去干活了 牛大壮生的英俊潇洒 而且还有一门安家立命的本事 十里八乡的姑娘都对她爱慕不已 前来说没的也排成了长队 机会多了 当然要好好挑选 牛德康说道 贤妻忘三代 一定要选一个人品好的 最终牛大壮选中了 同村的姑娘李桃花 李桃花不诞生的面若桃花 而且勤劳能干 心地善良 是村里人见人夸的好姑娘 李桃花的父母相继离世 如今就剩下她一人生活 她非常渴望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 与牛大壮并亲不久 二人就成亲了 成亲之后 小夫妻如娇似妻 恩爱有家 李桃花对公婆也非常的孝顺 自从她来到牛家 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很少让婆婆做事 牛的康父子一出去就是几天 有时甚至十天半月也不回来 李桃花每天洗衣做饭 伺候方氏 村民们都说牛家娶了一个好媳妇 方氏也洗得何不拢嘴 一年秋天 牛的康给人家雕刻墓碑 谁知墓碑却突然到了 正好砸在她身上 抬回家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 当天就离开了人世 方氏见丈夫离世 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牛大壮和李桃花也是悲痛万分 强撑着为父亲办理了后事 埋葬了牛的康之后 方氏因为伤心过度就一病不起了 李桃花为她端吃端喝 伺候得无微不至 方氏哭道 你父亲走了 以后我可怎么活呀 李桃花赶紧劝说方氏 娘 爹不在了 不是还有我和相公的吗 我们会好好孝敬您的 您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要不爹爹在那边 也会担心您的 他说着也是泪流满面 在李桃花的精心照料下 方氏的病情逐渐好 病好之后 李桃花为了让她早日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 就陪着她去街上赶集 买不料给她做了几身新衣服 方氏穿上新衣服 心情也好了很多 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牛大壮夫妇见方氏开心 他们的心也就放下了 从那之后 方氏越来越爱打扮了 她穿得光鲜亮丽 还把牛的康生钱为她买的那些首饰都带上 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赶集 一日 李桃花去街上赶集 听说姑姑病了 她就买了两盒点心准备去看望姑姑 可她又不放心婆婆 就回家对方氏说一声 并给她唠了几个饼子 方氏却说道 你就不要操心我了 赶紧去看你姑姑吧 在那里多陪她几天 不要急着回来 家里有我呢 李桃花说道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姑姑了 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婆婆一个人在家要关好门窗 李桃花本来打算在姑姑家留宿一晚的 可想到家里的小鸡仔这几天出壳 她就告别姑姑回家去了 当她走到半路的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 她几乎是一路小跑往家里赶去 跑着跑着 李桃花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她就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就看见草丛里 盘踞着一条大蛇 大蛇的身上还有流着血 李桃花看着受伤的大蛇 不忍心不管 就在路边找了一些止穴的野草 揉出水按在大蛇的伤口上 然后又从袖子上撕下一条布 给大蛇包扎伤口 做完这一切后 她就赶紧离开了 回到家里 已经是三更天了 家里的大门紧地 看来 方氏已经睡下了 李桃花不想耽误婆婆睡觉 就从后门的一处矮墙翻进了院子里 路过方氏的卧房时 李桃花突然停住了脚步 因为她看到卧房的窗户纸上有两个人影 她心里就咯噔一下 李桃花心中奇怪 就支起耳朵仔细听 就听见方氏和一个男子的声音 这个男子的声音 她很熟悉 就是隔壁的王二魁 她害怕极了 赶紧捏手捏脚地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李桃花躺在床上 几乎一夜未眠 四日一早 方氏起床看到李桃花居然做好了早饭 也是大吃一惊 问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李桃花说道 想到家中的小鸡仔就要出壳了 我不放心 今日武庚就回来了 她把饭菜摆放在桌子上 说道 娘 赶紧吃饭吧 方氏听她这么说 脸上的表情就舒展开了 说道 你不用操心 家里不是还有我的吗 你姑姑怎么样了 我姑姑的身体差不多就痊愈了 没什么大事 我姑姑让我替她向娘亲问好 婆媳二人边吃边聊 气氛很是融洽 一日 牛大壮的一个同行朋友刘大祝来到家里 说 林县有一桩大活 要牛大壮一起去干 短得半年回转 长得要一年才能回转 牛大壮想到自己要出去 这么久 会苦了妻子 就有些犹豫 李桃花看出了丈夫的心思 就说道 你只管放心去吧 家里有我呢 不过 你干活要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 方氏也说道 遇到一桩大活 也不容易 家里的事 你不用操心 有我和玉兰呢 我们婆媳在一起 也施个半 你就放心吧 牛大壮对方氏 和李玉兰嘱咐一番 就跟着朋友一起去了林县 牛大壮出去之后 李桃花每天下地干活 回到家里做饭洗衣 方氏每天就在村里串门子 或者到集市上去赶集 李桃花很不放心方氏 但又不好与婆婆挑明 只能默默地关注着她的动向 两个月之后 就是牛大壮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儿子不在家 李桃花作为儿媳李英去祭拜公共 她做了几个公共生前最爱吃的菜 又拿了一壶美酒 就去了坟地 牛大壮的坟地在村子后面的山上 很是隐蔽 李桃花把祭品摆在公共的墓碑前 她看到坟地周围长满了杂草 就弯腰开始拔草 不知不觉中 天已经暗了下来 李桃花紧赶慢赶 在天黑之前 把坟地周围的草拔完了 想到回家还要给婆婆做饭 就赶紧提着饭盒 准备下山 她刚站直身子 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感到后脑勺 一阵疼痛 就倒在了坟地旁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到处是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李桃花心中恐惧 赶紧点亮了一个火折子 一路小跑着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依然是惊魂未定 方氏已经做好饭 在等着她 见她回来赶紧接过她手里的饭盒 关心地问道 怎么去那么久 娘担心死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准备去找你呢 李桃花说道 公公的坟地长了很多杂草 我在那里拔草了 就回来晚了 她并没有把晕倒的事告诉婆婆 她觉得可能是弯腰时间太长了 才头痛晕倒的 没什么大事 一日吃饭的时候 李桃花感到胃里翻滚得难受 就呕吐了起来 方氏一看赶紧说道 是不是病了 我去找张郎中 给你瞧瞧 说着就要出门 李桃花却叫住了她 说自己可能是受凉了 不碍似的 不让她去找郎中 方氏却说道 这怎么行 如今大壮不在家 你要是有个闪失 我怎么向她交代呢 娘 没事的 李桃花说着又吐了起来 难受的两眼都是泪花子 方氏就去把村里的张郎中找来了 让她给李桃花看看 张郎中眉头紧锁着给李桃花把脉 过了一会儿 张郎中突然满脸堆笑地对方氏说道 恭喜恭喜 李娘子这是喜脉啊 你要当奶奶了 李桃花听到郎中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弄错了 她正要开口说话 方氏却先开口了 她一脸怒气地对张郎中说道 饭可以乱吃 这话可不能乱说 大壮都出去几个月了 桃花怎么可能会怀孕呢 张郎中一听就生气地说道 我给人诊病十几年 喜脉不可能弄错 李娘子确实怀孕了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你要是不信我 可以找别人看看 说着就气哼哼地走了 方氏看看一脸猛的李桃花说道 你等一下 我去去就来 方氏就跑出去追张郎中了 她回来的时候是满面愁容 说道 桃花 我给张郎中说了 不让她乱说 你给娘说实话 到底是谁欺负了你 娘找她算账去 李桃花哭笑不得 她一向恪守复道 怎么会怀孕呢 张郎中肯定是误诊了 方氏居然信了她的话 娘 张郎中肯定是误诊了 你不要相信她的话 我去找其他郎中看看 一定会弄明白的 李桃花说着就要下床去 方氏却拉住她说道 张郎中都说了 是千真万确的 你就不要隐瞒娘了 告诉我到底是谁 娘让她吃不了都驻走 娘 真的没有 我对天发誓 要是有救 李桃花 见方氏不信自己 就发了毒誓 方氏依然不信 说道 如今 出了这样的事情 若不及时解决 早晚会被村里人知道的 到时候 族长会动私刑的 你不想活了 你说出来 我去找族长 就说 你是被迫的 或许可以免除惩罚 方氏对张郎中的话 是深信不疑 无论他怎么解释 方氏就是不信 非要逼着他说出 对方是谁 李桃花再也忍不住了 就说道 娘 没有的事 你让我说什么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我也是为了你好 要不这是怎么向大壮交代 怎么向村里老少爷们交代 婆媳二人第一次红脸 最终不欢而散 次日一大早 李桃花就说 要到镇子上去看郎中 证明自己的清白 方氏怒道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想瞒都瞒不住 你还想让全镇的人都知道吗 就在这时 族长就带着几个人来了 说李桃花犯了村规 要对他动用私刑 李桃花一听就跪下来喊冤 说道 族长大人 小女子冤枉啊 我根本没有怀孕 请族长明察 还小女子清白 族长说道 张郎中行医十几年 他都给你把出喜脉了 你还想狡辩 他对身边的几个大汉说道 把他关起来 明日五十三刻尘堂 次日五十 族长把村民们都召集到村头 命几个大汉上前 用绳子捆绑住李桃花的手脚 把他装进猪笼里 抬着扔进了池塘里 猪笼很快就沉了下去 众人都议论纷纷 说李桃花这么善良的一个女子 怎么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一日半夜 一群黑影悄悄溜进了牛大壮家的院子里 带头的男子一脚踹开了方氏的房门 冲进了屋里 方氏看到李桃花带着一群牙翼进了屋子 就吓得脸色苍白 说道 李桃花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李桃花说道 我这条小命严妄不收 就回来了 原来 李桃花被沉堂之后 被那条大蛇救了 大蛇告诉他 他所谓的怀孕 是他婆婆方氏搞的鬼 其实他是中毒了 并为他解了毒 李桃花 本不想揭穿婆婆的丑事 可方氏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处心积虑地要加害他 他就听从了大蛇的建议 去县衙报了官 就带着县衙的人来抓方氏和王二魁 捕头带领一群牙翼把方氏 王二魁 张郎中都带到了县衙 连夜进行审讯 张郎中为了撇清关系 就供出了张氏和王二魁的犯罪事实 原来是王二魁用钱收买了张郎中 张郎中就为他制作了那种特殊的薰香 并说李桃花是怀孕了 张郎中跪在大堂下恳求支线饶命 说道 这一切都是王二魁和方氏指使我做的 请大人明察 王二魁和张氏本来是死鸭子嘴硬 但张郎中把他们供了出来 并拿出了他们双方签订的协议 如今人证悟证据权 二人也就老实交代了 原来那天李桃花说自己是五更从姑姑家里回来的 方氏表面上相信 但心里还是不放心 他担心李桃花知道了他的秘密 那么李桃花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早晚会爆炸的 若是让族长知道了他与王二的事情 族长肯定会动用私刑 要么把他活活打死 要么陈堂 为了自己的丑事不败露 他决定除掉李桃花 那日李桃花去给公公上坟 一直到天黑还没有回来 方氏觉得机会来了 就让王二魁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熏箱去了坟地 从身后把他打晕 把熏箱放在他的口鼻处 熏箱内的毒素就进入了他体内 没过几天 李桃花就出现了恶心 呕吐的现象 症状与怀孕一样 毒素若不及时清除 肚子就会越来越大 方氏见李桃花呕吐 就找事先收买好的蟑螂中 来给李桃花把脉 说他怀孕了 蟑螂中又把这事告诉了族长 族长听了很生气 此日一早就去捉拿李桃花 对他用了私刑 李桃花被沉堂之后 方氏和王二魁的心病就没有了 天天私混在一起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李桃花不但没有死 还带着县衙的人来捉拿他们 二人不但交代了谋害李桃花的犯罪事实 还交代了牛德康 也是他们谋害的 这让所有的人都震惊不已 如今真相大白 王二魁和蟑螂中被判凌迟处死 方氏送回了村子 族长得知真相后事怒不可遏 立刻命人把方氏沉堂 再说牛大壮在林县做工 提前干完活就回来了 他回到家里才得知妻子受了如此大的委屈 父亲的死竟然是方氏和王二魁害的 忍不住就嚎啕大哭起来 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夫妻二人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拜 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为了不触景生情 牛大壮和李桃花就带着积蓄去了县城里 他们在县城里租了一处房子 雕刻石器出售 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成了县里有名的石器商人 上饶县有一个叫杨忠辉的男子 是城最大的药材商人 他名下拥有十间店铺 家里住的是深宅大院 妥妥的大户人家 其实杨忠辉的父母是老十八交的农夫 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大山脚下 常言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杨忠辉一家就是靠上山采草药为生 杨忠辉从小就跟着父亲杨老汉上山采药 他聪明好学 山间的草药他不但能说出名字 而且还能说出基本功效 杨忠辉是个有志气的孩子 他不甘心一辈子挖草药 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长大之后的杨忠辉就准备自己做买卖 杨老汉把攒了半辈子的十两银子 拿出来给他做本钱 杨忠辉就靠着这点钱 有小到大把生意做了起来 如今的杨忠辉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杨员外 因为他乐善好施 经常救济贫困 因此当地人都称他为杨大善人 杨忠辉取七方氏 方氏长相秀丽 性情温婉 是持家的一把好手 对丈夫也很体贴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从来都没有红过脸 方氏也是个苦命的女子 她三岁丧父 五岁母亲改嫁他人 方氏是在大伯家里长大的 十六岁的时候 经过媒婆撮合 就嫁给了二十岁的杨忠辉为妻 如今二人已经成亲十年 方氏也没有为丈夫生下一儿伴女 杨员外也不如中年 自然非常地着急 于是就想着那一房小妾 方氏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对丈夫要内切的事她也很支持 于是就亲自找媒婆去说亲 媒婆给杨员外介绍了一个叫黄秋月的女子 黄秋月是城里大户黄员外的干女儿 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一样妖娆妩媚 风情万种 黄秋月不是本地人 她是一年前黄员外从外地带回来的逃难女子 就认作了干女儿 并取名黄秋月 黄员外为人奸诈 杨员外本来不想同意这门亲似的 但见到黄秋月之后 她就被黄秋月的美艳所折服 她的一言一行 一贫一笑 甚至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透着无限神秘 激发了她强烈的探索欲 杨员外陷入情网 无法自拔 很快就与黄秋月成亲了 成亲当晚 黄秋月就为杨员外泡了一杯茶 说是养生茶 可以延年益寿 看着青春靓丽 风情万种的黄秋月 杨员外没有一点抵抗力 对她是百依百顺 接过她递过来的茶一饮而尽 说道 娘子人美 泡的茶也好喝 黄秋月笑而不语 看得杨员外是神魂颠倒 为了早日让黄秋月怀上孩子 杨员外每晚都在她的房里过夜 方氏独守空房心中很是难受 可自己没有为丈夫生下孩子 她也不能说什么 一日吃早饭的时候 黄秋月刚拿起筷子就呕吐不止 杨员外见了很担心 问她是不是病了 黄秋月说道 没事的 歇歇就好了 杨员外就扶着她到房里休息 黄秋月娇羞地说道 老爷 我有喜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杨员外激动地抓住黄秋月的双肩 黄秋月撒娇说道 老爷 你抓疼人家了 杨员外才意识到 自己的手劲有点大 赶紧松开了手 柔声说道 宝贝 你真的有了 那还有假吗 我已经去医馆拔过脉了 郎中说我是喜脉 黄秋月低头说道 杨员外满眼怜惜地把她揽在怀里 说道 为啥不早告诉我 黄秋月说道 我不是想给老爷个惊喜吗 好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惊喜 太好了 黄秋月怀孕之后 就不与杨员外同房了 说是怕影响孩子 杨员外为了孩子 也只能牺牲自己的幸福 老爷 你就去陪陪姐姐吧 她一个人也是挺孤单的 黄秋月说道 杨员外与妻子还是有感情的 只是她不放心 黄秋月 一直也没有去方氏的房里 就陪在黄秋月身边 可不知为何 自从黄秋月怀孕之后 杨员外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 夜里时常被噩梦惊醒 然后就会不自觉地起床 好像被一个无形的力量 牵引着往外走 走出宅子 一直走到荒郊野外 方氏见丈夫神情恍惚 身体越来越消瘦 就非常的担心 于是就请来郎中诊治 可杨员外说自己没有病 根本不配合 没有办法 方氏只能去山中请清玄道长 谁知清玄道长云游去了 他只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半夜的时候 杨员外又起床往外走 方氏就悄悄跟在他的后面 只见他来到一座大桥上 蹲在那里嚎啕大哭 方氏正要上去劝解 却看到杨员外慢慢地起身 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他悠悠转身 但眼睛却是一眨也不眨 视线好像跟着一个东西在移动 方氏平住呼吸 看杨员外究竟要干啥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杨员外居然纵身跳进了河里 方氏一下子就吓傻了 他想都没想 也纵身跳了下去 四日一早 众人在河里发现了杨员外夫妇的尸体 直线大人带人到现场验尸 经过调查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得出的结论是自杀 杨家出了这样的事情 全城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大家都纷纷猜测 这里面定有阴谋 因为杨家的生意如日中天 小妾方氏也怀孕了 杨员外夫妇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 杨员外夫妇不幸离世 黄氏因为伤心过度也一病不起 黄员外夫妇就来看望黄秋月 劝他节哀顺变 黄秋月只能忍住悲痛撑起这个家 可他一个女流之辈 根本不懂得做生意的门道 只能把杨家的店铺低价卖给了黄员外 黄员外一跃成为上饶县城的首富 黄员外不但接手了杨家的铺子 还经常以黄秋月干爹的名义 出入杨家 在杨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每天晚上都在黄秋月的房里续画 一直到三更才离开 风高月黑夜 一个发着金光的女人影子 从门逢进到黄秋月的房内 整个房间顿时亮如白昼 床上的二人看到空中飘着一个金色的女人影子 黄员外顿时下得脸色苍白 拥着被子直筛糠 你 你是什么怪物 影子悠悠开口说道 黄大发 你不是想要回春草吗 我就是那株回春草 那声音悠长而又凄厉 黄秋月强压住心中的恐慌 怒道 你到底是何怪物 还不快滚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她说着就从床头摸出一只黑蜘蛛 嘴里念念有词 那只蜘蛛就朝影子扑了过去 却穿过影子撞到了墙上 只听见一声惨叫 黄秋月嘴里喷出一股黑血 黄园外一看黄秋月不是影子的对手 就从床上爬下来 跪在地上连连求饶 当她再次抬头看时 却看到了杨园外夫妇站在影子下方 鬼呀 黄园外爬起来就要逃窜 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似的 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 杨园外怒道 黄大发 我只想问你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处心积虑地害我 黄园外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眼里充满了戾气 咬紧牙关说道 是你父亲害死了我儿子 负债子长 所以我要杀了你 黄园外原本有一个独生子 名叫黄大葵 黄园外夫妇对他是相当溺爱 这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 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成了上饶城的一霸 他仗着自家的势力 在城里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 城里的老百姓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一日 黄大葵带着几个小弟在街上闲逛 看见街头有一个卖鸡蛋的女子 那女子虽然穿着破旧 但模样十分的俊俏 白里透红的肌肤 五官秀美 说话的声音也犹如英声艳雨 一样动听 黄大葵见到如此美人 自然不会放过 就走上前去 他色咪咪的小眼睛在女子的脸上 身上游走 女子见他不怀好意 提起鸡蛋篮子就要离开 却被黄大葵一把拉住 本大爷看上你了 跟着本大爷让你吃香的 喝辣的 怎么样 女子吓得浑身颤抖 哭着求饶道 大爷 你饶了小女吧 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的母亲 需要照顾呢 黄大葵一听就不耐烦了 怒道 大爷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他的几个小弟 上去就把女子的篮子夺走 扔在了地上 然后就把那女子带走了 女子名叫杨柳 与母亲王氏一起生活 王氏常年有病 杨柳就靠养几十只鸡子 卖鸡蛋给母亲买药 生活本来就很苦了 谁知又遇到了王大葵这样的恶棍 再说王氏见女儿迟迟不回来 就很担心 于是就拖着病体去寻找杨柳 他打听到杨柳被黄大葵带走了 就跌跌撞撞地来到黄家要人 却被黄家人打了一顿 扔在大街上 后来 有人在郊外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了杨柳的尸体 王氏受不了打击 也随女儿去了 杨柳母女的惨死与黄大葵有关 但县令与黄园外私交甚好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怜杨柳死得不明不白 黄大葵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从此之后他更是变本加厉 有恃无恐 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黄大葵做得饿死太多了 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 在一个夏日的晚上 他喝醉酒之后就误入荒郊野外 结果被一条毒蛇咬伤了 黄园外找到他的时候 他全身肿胀 发黑 已经奄奄一息 黄园外赶紧请来城里专制蛇毒的周郎中 周郎中看了之后说道 毒素已经进入到五脏六腑 恐怕 黄园外就苦苦哀求周郎中 一定要治好黄大葵 他可以把一半家产都分给周郎中 周郎中说道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他想了一会儿又说道 如今只有回春草可以救你儿子 但这种草极其珍贵 我这里没有 采药人杨老汉那里有一株 我出高价他都不卖 你可以去试试 若能拿到那株回春草 公子就有救了 黄园外一听 就赶紧拿着重金 去找杨老汉求回春草 杨老汉极恶如仇 觉得黄大葵是遭到了报应 心中也很畅快 别说没有回春草 就是有它也不会给它 杨老汉说道 我确实得到了一株回春草 但我已经把它放生了 就在昨天傍晚 杨老汉在山中采药 在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株发着金光的小草 他采了半辈子的药 第一次见到这种草 于是就把那株草拔下来 带回家去了 走到路上的时候 正好遇到治疗蛇毒的周郎中 周郎中就看见了 他篮子里闪着金光小草 大惊道 你采到了回春草 周郎中说出高价买下 可杨老汉知道 回春草是无价之宝 就没有卖给它 回到家里 杨老汉没把回春草的事 告诉妻子和儿子 这件事只有他与周郎中知道 他把草放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准备明日就去城里的药型 问问价钱再说 当日夜里 杨老汉激动的半夜 朽有睡着 一直到三更之后 才有了一点困意 他正要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女孩 跪在他床头痛哭 说道 老伯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杨老汉吃惊地看着小女孩 说道 你是谁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就是您从山洞里带回来的那株小草啊 我原本与父母姐妹一起生活在人类无法到达的万丈深渊之中 只因我一时贪玩来到山洞 被你发现了 我再也见不到父母和姐妹了 小女孩越说就越伤心 杨老汉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小女孩就是那株回春草 看来这草真是有灵性 杨老汉心善 见不得他伤心哭泣 就答应放了他 他话刚落音 就醒了过来 那个小女孩也不见了 刚才的梦境还历历在目 杨老汉尽管舍不得 但还是连夜把回春草送到了山洞里 黄原外根本不相信杨老汉会把回春草放生了 认为他就是不想救黄大奎 就编瞎话来骗他 一直跪在杨老汉面前苦苦哀求 但杨老汉真的没有回春草 最后他只能离开 没有回春草救命 黄大奎就独发身亡了 黄原外就把这笔账记在杨老汉的头上 发誓总有一天会为儿子报仇 但阴差杨错一直没有机会守 时间很快来到了二十多年以后 杨老汉夫妇相继离世 黄原外就把对杨老汉的仇恨 转移到杨忠辉的身上 他要霸占杨家的财产 让杨忠辉家破人亡 为了实施自己的罪恶计划 黄原外就花高价请了一个女中 带回了家里 给她取名黄秋月 对外称是自己的干女儿 其实就相当于她的小妾 黄原外正想着如何为杨忠辉下忠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她听说杨忠辉要内窃 就主动找到媒婆 把黄秋月嫁给了杨忠辉 成亲当晚 黄秋月就给杨忠辉喝一杯养生茶 其实里面下了一种迷魂钟 杨秋月谎称怀孕 也是为得了稳住杨忠辉的心 杨忠辉被下忠之后 脾气越来越暴躁 她神志不清 心烦意乱 夜里被噩梦缠绕 还起来梦游 她不堪其扰就跳河自尽了 临死她也没有想到 这一切居然是一个阴谋 黄秋月本想着还要给方氏下忠 谁知她和杨忠辉一起跳河了 心中就非常欢喜 她成了杨家的当家人 把杨家的财产转移到了黄家 她和黄元外也肆无忌惮地苟且在一起 再说 当年被杨老汉放生的那株回春草得知杨家出世之后 就悄悄来到了上饶城 等杨元外夫妇下葬之后 她用回春树把二人救了 并把他们死亡的真相说了出来 于是夫妻二人就和回春草一起来到杨家 把黄元外和黄秋月抓了个现行 此时的黄秋月被回春草控制 她身上的法力也被废除了 二人只能任由处置 回春草用 法术把他们送到了府衙 他们只能老实交代了作案的前因后果 并交代了当年黄大葵的种种罪行 知府一听怒不可遏 把二人押进大牢 求后问斩 当年包庇黄大葵的县令也被绳之以法 上饶城的老百姓都拍手称快 经过这件事之后 杨元外决定不在内窃 她和方氏又成了一对恩爱夫妻 回春草利用回春树治好了方氏的病 一个月后 方氏居然怀孕了 次年就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连生了五男二女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火火